中国据传在某个政论节目由中国媒体新华社也是中国的官媒派着记者来摄影棚内盯梢 而且要求我方台湾的政论节目要依据中国的剧本所要求的内容来进行录制 中国的统战套餐统战定食是由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央厨房提供食材提供话术提供内容来交由国民党作为做扣筛 旁边还有个二厨也就是民众党来帮忙料理不断的加汤加料来组成了这个统战的大杂烩统战的套餐 那透过这些部分被锁定的政论节目也中共锁定了很多的部分的名嘴或是网红来作为统战的外送员 这样子铺天盖地一条龙的作为就是要打认知作战 要打舆论战要把中国的统战的思维入党入户入闹入心 所以针对这样的中国统战的手法我们欲请国人不可不慎 不要误实了中国的统战套餐 当然我们也呼吁相关的政府部门 欧华陆委会NCC文化部以及国安单位 都要依照相关的法律授权来进行调查 来遏止这样中国在台湾的不法的作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